说起贼王啊,大家毫无疑问想起的都是张子强,叶继欢,却不知在这两人之后呢,还有一个人,与前两位并称为香港有史以来最凶残的三大贼王,这个人叫纪炳熊,他也是三大贼王中现在唯一还活着的一个,在他26岁时就被列为世界冲击犯,仿佛他活着就为了当汉匪,成为一方大道。 纪炳熊的反侦察意识非常的强,每一次犯案他都带着不同的手下,警方难以追踪。 最后在万圣夜那天晚上,纪炳熊终于被提前防范的警方逮捕,香港人称之为万圣夜的礼物。 1985年5月1日,香港警方得到献报,有匪徒将要在这一天抢劫中信表行,于是香港警方提前在表行以及附近布下了天罗地网。 纪炳熊和六名匪徒到了表行附近,他们已经发现了有警方在埋伏,他们仍然肆无忌惮地闯进了表行进行抢劫。 他们让两个人在店外把风,一个人拿着手枪站在道路上威吓行人,不许有人靠近这里。 另一个人顶着表行的卷闸门,防止门落下,剩下的人则进入钟表店里,用铁锤试图打破玻璃柜。 他们发现锤不烂,抢劫哪能莫及啊,一名匪徒直接朝玻璃柜开了一枪,用手枪指着店员,让他们用钥匙将玻璃柜打开。 随后呢,他们将玻璃柜的名表全部扫进了旅行带。 为了稳妥起见啊,他们又挟持了一名女性店员作为人质,带着旅行带准备突破警察的重围,大摇大摆地离开。 他们抢劫的地点就在热闹的商业街上,从附近经过的人刚开始还以为他们是在拍电影,纷纷驻足观看,直到枪声响起台下的自散而逃。 最终,纪炳兄一伙仅付出一人重伤的代价,掳走了近两百万的名表,打伤了警察和路人,然后抛下人质扬长而去。 这就是香港历史上最激烈的警匪接头枪战,最终以汉匪完胜而告终。 纪炳兄团伙逃跑过程中与警方交火,双方共开了126枪,这也是香港历史上警匪枪战开枪次数最多的一次。 2001年5月22号,纪炳兄和赛米匪徒伪装成游客,在旺角创始中心踩点,被在附近巡逻的便衣警察施军铭、黎志伟和另外一名女警发现形迹可疑。 三人上前去拦住他们询问,谁知纪炳兄突然掏出手枪,直接连开枪枪。 施军铭和黎志伟毫无防备,面部和肩膀顿时被击中,当场倒地。 放倒警察之后,纪炳兄与另外三名男子拿着手枪,在附近小贩们惊恐的眼光中非常从容地离开了。 他这个时候一定觉得自己很帅,警方认为他是继张子强叶继欢之后的新一代贼王,是一个极度危险的匪徒,随时随地会毫不犹豫地开枪。 他组织跨国犯罪集团,涉嫌抢劫、洗钱、贩卖军火,其势力遍及了整个东南亚。 1986年的10月29日,纪炳兄又动了歪心思,他与两名劫匪闯入了一家珠宝金行,抢走了40万金器,和珠宝行的保安钢枪,共开了三枪。 之后他又消失了一年,在1987年2月,纪炳兄与两名劫匪闯入了中韩之地广场郡文珠宝店,抢走了价值300多万元的珠宝,并挟持了一名外籍女顾客逃跑。 在这一次逃离中,发生了一个很搞笑的事情,因为这三个人很少来高档商场逛街,所以他们三个人差点在商场迷了路,可是最终还是让他们给逃脱了。 在销声匿迹了几年后,1994年,纪炳兄重出江湖,他和另外两名匪徒拿着手枪和手雷,抢劫了位于铜锣湾和中环的两家金行,抢走了价值1600万元的珠宝首饰。 逃跑时和警方枪战,榴弹击中了一位23岁的女性路人,自弃当场死亡,还造成了多名警察受伤。 一个月后,纪炳兄又和同伙抢劫了位于望角史创中心的清云家表行。 你们知道纪炳兄嚣张到什么程度吗? 喜云家表行距离望角警数只有150米。 当天下午三点半左右,纪炳兄与两名匪徒西装楚楚地走进表行,营业员热情地准备去迎接他们。 翻脸比翻书还快的几个人,忽然拔出手枪,一人还拿着手雷,另外一个人对着玻璃柜连开了两枪,其中一枪直接打裂了防盗玻璃。 也不知道是不是假玻璃,这么不扛揍。 然后他们用枪指着营业员,逼营业员打开防盗玻璃柜,拿出了40多块价值昂贵的名表。 他们把表统统装进了自己的包里,大摇大摆地离开了表行,整个过程仅仅用了30秒钟。 季炳熊这些肆无忌惮的恶行,终于惹恼了香港警方。 警方将他列为极度凶残和危险的人物,悬赏200万港元,并通报国际刑警,发出了红色通缉令,对他进行全球通缉。 这比当年悬赏叶季欢还翻了一倍。 到现在,200万港元的悬赏仍然是香港警方开出的最高赏额。 2003年8月,香港刑事情报科通过对季炳熊亲友和他有关系的惯犯,长期监视下,发现了一个刚出狱的人非常活跃。 他到处联系人,好像要干什么坏事。 于是加强了对他的监视。 果然,在四个月后,他们终于监听到了季炳熊的踪迹。 2003年12月底,一大批藏有军火的行李分别从大陆运到了香港,香港警方也锁定了季炳熊的藏身点。 12月24日圣诞节的前夜,为了防止季炳熊再次作案,香港警方先发制人,多个部门联合行动,在凌晨2点封锁了季炳熊藏身附近的6条街道,并且在附近设下了重重防线和埋伏。 凌晨3点半,香港飞虎队在几秒钟之内爆开了季炳熊藏身的铁,通入了屋内。 季炳熊听到异动,想冲到另一间房去拿子弹和已经上了堂的武器,但是枪还没拿到手就已经被摁住了。 他的一名党羽也被伤情,结果真是令人大快人心。 在这次行动中,警方缴获了一支AK-47,两支散弹枪,一支0.45口径的手枪,七支五次式手枪,882发子弹和七个手雷。 这是近30年来香港警方缴获的最大一批军火,数量足以武装一排16人的美国海报特遣队。 随着季炳熊的落网,也宣告了香港看匪恒行时代的终结。 香港媒体和普通市民都欢呼雀跃,报纸上连篇累赌的报道对警方大加赞美,说这是警方送给民众最好的圣诞礼物。 季炳熊原名关德荣,是广东三水人,1960年出生,父母都是国营工厂的工人。 他很小的时候就学坏了,10岁就跟着一群有手好闲的该溜子在广州火车站做把守。 80年代,随扒手集团偷渡到了香港,到了香港之后,他老老实实做了一段时间的装修工人, 但是他懒散惯了,怎么受得了做这么繁重的体力活呢? 于是他又重操旧业,常在河边走,哪有不失邪的,季炳熊很快就迎来了牢犯。 有人说监狱是一个大染缸,很多一般的小混混进去进修一番,出来就变成了一个五毒俱全的大坏蛋了。 而季炳熊就是这种情况,他在监狱里打架非常厉害,而且还赶下狠手。 这得到了黑帮大佬黄志明的赏识,他结识了很多人。 在这些人交识之后,季炳熊才发现这种爬窃只是小打小闹,根本上不了台面。 黄志明是因为抢劫周大夫金行才进来的。 也不知道是黄志明是个大忽悠,还是季炳熊太单纯。 在听了黄志明讲很多江湖上的事情后,季炳熊对黄志明从心底里油然而生起一股崇拜。 他在监狱里当场就跪求黄志明收他做小弟。 季炳熊还认识了一些贩卖军火的贩子,打算出狱之后就计划干一波打的。 于是在1985年5月1日,季炳熊与黑帮人一起抢劫了中性表行。 打劫后的几个月,与季炳熊一起动手的匪徒就被警方抓住了。 但是他走狗屎运啊,他又逃脱了。 之后他回到广州招揽了一些亡命之徒,又接连策划了几起抢劫。 1987年在抢劫过郡文珠宝店之后,季炳熊回到广州还结了婚, 也不知道是哪个不怕死的姑娘还敢嫁给他。 89年他再次回到香港,打劫了笛升珠宝银行。 这一次打劫完,因为被冲击,他就潜逃到了加拿大, 并且因为在加拿大开始走私假烟,于是他被加拿大警方又通缉。 不得不承认啊,这季炳熊真是不管在哪儿,一点人事都不干呀。 加拿大警方当时不知道季炳熊在香港有抢劫的案定, 所以还允许他交钱保释。 但是呢,逃跑可是季炳熊的强项啊, 交钱是不可能的,这辈子都不可能交钱。 于是他又弃饱逃跑了,这一次他买来的假护照逃到了美国, 又在美国潜伏了好几年。 季炳熊反侦查能力特别强,他从来不用真实的姓名买房买车, 并且在国内也没有银行户头,没有固定的住所,交易全部都用现金, 还经常改名换信,并且持有别国的护照,这让警方更难锁定他。 而且他从来都不与同一个匪徒合作,两次合作他也从来不用真名。 抢劫完之后,他就立马解散团伙,再也不见,防止被团伙出卖或者暴露。 这也让警方更加难以取证,一直到1994年, 季炳熊在铜锣湾金行打劫时,入杀了一名女性路人, 并且打伤了六名警察,通过对子弹弹道的对比, 和出来抓到了一名嫌犯的口供,警方才发现这几起大案的首脑全部都是他。 在被警方抓获之后,他出租的房屋,朵林右舍和房东啊, 都被吓得不轻,尤其是邻居,更被吓得哆嗦。 因为住得近,邻居出来进去,常常能够遇到季炳熊, 还经常和他打招呼。 季炳熊呢,平时总是笑脸相迎,非常的有礼貌, 左林右舍对他的印象也非常的好, 谁能料到他居然是一个如此凶残的贼王。 2005年2月,季炳熊在上百名警察的高度戒备下, 被押送到了最高法院受审。 面对警方的指控,他坚持不承认自己就是季炳熊, 他说自己是美籍华人关德荣, 他此时已经头发花白,面容苍老, 和通缉令上的样子的确有很大的差别, 这让陪审团真的产生了一些迷惑。 警方指控他藏匿枪枝弹药, 他变称屋里装的军火箱子不是自己的, 他不知道是谁的, 至于枪枝上有他的指纹, 那是因为他打开箱子后因为好奇, 于是就摸了摸。 香港的法律大家都知道, 只要有钱就能请到好的律师, 再重的罪名,挑舌如簧的律师也有本事帮你脱罪。 最后,三大汉匪中社会危害性最大, 身上还摘了人命的忌炳熊, 只被判藏匿枪枝和持线拒捕的罪名, 两项罪名成立被判了24年, 而且他还在狱中得到了7年的减刑。 2020年1月18日, 服刑17年的纪炳熊获释出狱了, 由于他没有香港的合法居留权, 香港的承教署和出入境经过商议, 将他遣返回了美国。 纪炳熊入境美国后, 有一名中年女子在机场的出口等着他, 可能是他的妻子吧, 也不知道60多岁的纪炳熊 回忆起自己这横行凶残的一生, 会不会觉得自己很得意呢? 毕竟三大贼王只有他还好好的活着。 好了, 这会儿我们酒馆要打烊了, 咱们改天再见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